这就是我们刚煮阿里山的广场 大部分都是工艺品 手串 我们玩这些东西 这东西也太少了 现在很多的东西都琵琶 鞋儿脚 桃货真是需要养力 你看瓶子还是木器 这是工艺品批函 不细动来 还有这些斗 哪有了现在 现在隔着 没有 这日本的苗筋花卉的一个瓶子 桃盐都是苗筋 日本九五 九五 看看底块 九五 好东 日本的持续的生产工艺水平 在某些方面 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中国 这的形质叫观音瓶 这个瓶上面的大哥 嗯 给这个位 是吗 这摊有点老 是 我一步 太好了 太好了 我都稳了 这个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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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的 这个小盘 什么时候的 什么时候的 这个小盘 你要同秀啊 你要同秀啊 我要同秀 那你说这边 你把民国分产的盘 这边咋做啊 这边应该是什么 没法做啊 这边 玉兰法 玉兰法 你看 画的还是挺精细的 最值得看的是 后面这个火儿 这火儿写相当漂亮 半叉 军事 邀悦 不明 半叉 这咱念 这儿写多漂亮 我看一看一看 任者之下 话语 昌凉 好 余见美形 余行 余行美形 这块儿写 多漂亮 怎么拍一看 不会拍 高就五百万个高 只割 一个小盘 现在这有七八斤 只割 那边等会儿一定要要 那边啊 那边的 拍照 那是拆盗的 没事没事 那个彩蛋的画片啊 是王母娘娘和七千女 正月十五云这月 这直播这小说 是王母娘娘和七千女 调皮筋呢 啥玩啊 做游戏就得了 今天从安山国安市场回来 买了两个日本风格的盘子 为满足我时期的 日本风格的东西马哥买了很多 这个东西看多了 一看的风格就是日本的 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盘子 这是日本的印花工艺 你看盘子上面的文是 富丝沙 明显的日本的象征 还有这个 这个青花的盘子 这个青花的盘子呢 旁边这都是举办文 马哥去日本 维满洲国 韦皇宫溥仪生活国的地方 日本黄寺给溥仪生产的盘子 后面就有明显的 菊花的标志 还有呢日本的军导 都有这种标志 这就是明显的日本风格 买的挺便宜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